歡迎來到新臺灣新光大大 今天比較新的消息 就從下午開始傳出來說 10項檢查做到第4項 可是他可能已經要開記者說明會了 因為放人可能性比較大 甚至有部分警力 已經到了烏日的高鐵站了 有沒有可能阿貞在今天晚上之前 他又搭著高鐵 又回去可能性看起來又越來越高 可是剛剛有很多討論 閒聊一個就是公平性 第二個就是整個醫療的專領 到底能不能說服人家嗎 甚至另外有人在講啊 如果今天阿貞真的就回去了 馬英九說政治效應 總統大廷就不用行 有這麼嚴重嗎 我想這次不會 因為阿貞已經先關在裡面了 那今天是吳淑貞 如果阿貞沒有去執行的話 在外面 吳淑貞今天又馬上拉回家了 交保 或者今天責付家屬的話 外界會覺得說 這一對夫妻撈國家這麼多的錢 貪污這麼嚴重 都不關法律公平性在哪裡 今天阿貞在裡面 那吳淑貞的情況 其實目前我來看 法務部這次是用司法的公平性 能不能收押 依照法律來走這個程序 所以我們會尊重法律的結果 但第二個我要講的一個 剛剛 運鵬有講 民進黨今天發言人的講話 說他看過 吳淑貞的身體 然後講這句話 我覺得他還有一半沒有講 其實民進黨今天你是一個政黨 你還要講 吳淑貞的身體健康你關心 你應該也要關心請吳淑貞 我們權力中把在海外的錢 繳回國家 這才是民進黨今天要給大家 社會上做交代的地方 我最反對有人沒事講 這跟馬英九什麼關係 關不關都跟馬英九沒關係 那陳水平關在裡面 跟馬英九也沒關係 那陳水平自己講說 馬英九什麼下令什麼 把他關 跟馬英九沒關係 馬英九這個個性很清楚 就是碰到司法案件 具體案件 避之惟恐不及 他就你們就去處理就好啦 千萬不要來扯到我 事實上也是這個樣子 這個陳昭之前去看吳淑貞的時候 他轉述這個話說 如果發生不幸的話 要告政府過失殺人 陳信雲也這樣講 沒有沒有沒有 第二天陳信雲就否認了 第二天陳信雲說 我不是這樣講的 我想這個部分 陳信雲相對也變了很多 剛剛齊萊兄講到那個專業 專業有兩種 一種是醫療專業 另外一種就是政治專業 剛剛賢耀兄一再講說 這個法務部處理什麼 法務部光掉吳淑貞的病例 掉一個多月 我那時候也在我們節目中講過 我說一個多月掉病例 一個多月我都可以 環島環島好幾次 還是掉什麼病例 它是假的嘛 它是一個過場的過程 大家不要太認真 它是一個秀 從早上在高雄第一天署 一直到高鐵到培德醫院 到待會如果有記者會的話 我跟大家講 那是一個必須走的過程 讓大家看 為什麼我會研判說 要關個兩天 培德醫院準備那麼久 如果今天就回去 那培德醫院面子往哪裡掛 住客兩天發現說 真的無法自體生活 再讓他回去保外救醫等等 這樣的處理 比較完整 我覺得對馬英九 2012的影響 非常小 如果這樣處理的話 大家應該比較能接受 好 今天是歷史性的一課 很高興大家共同參與的這個一課 那我們期待是跳脫欄力的 真的等一下出來 記者會的說明 整個處理過程是符合 整個專業跟公平的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繼續收看 由疫情主持的 新台灣 新光大道